花友的桂花要割屁了 寄给我了 咱们继续挑战花友们寄什么花 就给它救什么花 然后呢 我看了一下图片 我估计是要割屁了 有可能是要开箱厌丝了 好 先开箱 看样子是要开始厌丝了呀 还有点绿 看到没 这话说 你就这么剪了 太吵衰了吧 没办法 现在只能当一个生庄去养了 就是那种下山的一个老庄 我有两层的把握给它救活 这个花友也是做了 咱们就像跟大家一会儿说 他也洗根换头了 你看看没 浇泥土了 原本是浇泥土 后来他用的这种 他认为哈 就是这种红土 我要跟大家说一下 这种红土呢 一般福建那边比较多 很多人认为呢 它是专性的 是这的是那的的 我跟大伙说 你盆栽的话 你与其买它这个红土 都不如你直接怎么动呢 用点沙子来的实在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你说酸性碱性 这那那那的 这种土都不如沙土 就是咱们自己玩盆栽的时候 这我说的 好了 先给它洗根 因为里边的一个 很多黏糊糊的 它不利于它新根的一个发育 我只能给它洗根 你看这个花肉 你要么你就不洗根嘛 你要洗嘛 你就洗干净嘛 你再保留点护心土 这个东西就叫什么呢 这个变化不是叫脱胎换骨吗 对吧 嗯 它的也不脱胎 也就光给人家换骨 哎 又是黏糊糊的 它并不利于发根 你看那个土 它好在哪嘛 黏糊糊的 它不发根 你要记住的是什么呢 植物的根系想让它生长 第一点是要有一个良好的排水 如果干一点 它自己刺激自己发育生根 第二点是一个良好的透气 你黏糊糊的 它肯定不发根 根部得不到呼吸 它不新长 它怎么能行呢 它长新根会很慢的 很难受的 我跟话 我们无数次的说 我之前说过嘛 就是你想省钱 你就用沙子 都比你买那种泥土墙 沙子可以超越市面上90%的种植土了 你看那里边根都黑了 都烂了 这就是在洗根以后 它没有得到一个良好的透气 把里面的根都开始 鼓鼓的发黑了 你要不就别洗 你洗的话 我给你说的这个事是 第一次洗干净 第二次用土 用土的话一定要排水透气 不要整那种黏糊糊的 这个花肉就是闲的没事了 等于又给它整回老老家了 洗根白洗 就等于给它搭上元气了 看这里边根全的黑的 都烂了 都捂在里面都烂了 就这位置 你看到没 稍微做一下修剪 修剪的时候主要是拿捏一下根系 太密了 我们种的时候也费劲 留一部分就行了 因为我们上面都给它剪凸了 再加上这个根 以前的时候在里边时间太长了 可能有一些个闷根了 所以说呢 我们只能这样操作了 来吧 现在是给它有一些伤根了 伤根来的话 再清洗一下 往水里面稍微加一些个杀菌药 可以用多菌灵 也可以用家里边有杀菌剂 都可以用 加入一些生根剂 刺激它再度的发根 用到的是会丸的生根液 养花用会丸 省心又省钱 泡个两分钟 接下来呢 咱们去给它配涂 大家在选择花瓶的时候 一定要这种排水透气的 这个是个花博士的六号素颜盆 底下稍微垫一些底土 用到的土呢 就老花衣的通用配方土了 这个土很松软 然后呢 稍微塞一塞 把这种细碎的渣渣塞塞出来 下面是作为一个排水透气的 一定要排水透气 可以多来一点 这个细的 你们可以留着牵插 或者育苗都可以 也可以留起来自己再种一遍 都可以 你看 我把这个下面这样做的 就很排水透气 一定要在那排水透气 好多话说老花衣 你有时候垫头里 有时候不垫 我的一个主要目的呢 就是让盆底要排水透气 根系才能得到发育 浇了水以后才能排水 排水以后根系才往下生长 把那边泡好的这个拿出来 比凉比凉 直接种进去 不用选择太大的花盆 就不要选择太大的花盆了 稍微这样 把底部的这个根系 也与土尽量的充分接触 其余的根就不修缴了 就这样了 我以为这个花要嗝屁了 然后再一剪刀直接剪到这儿了 其实应该稍微慢一点的 如果说大家嫌浇水比较慢的话 比较懒得想省心的 你就这样直接丢到水桶里面 丢到水桶里面 在那泡着就行了 泡一遍透水 这个时期不是不可以晒光照 是可以晒光照的 完全ok的 这时候呢 我们找个喷火里边放些水 给它加入一点点的101 这时就不要太多了 什么时候想起来 什么时候就给它喷一喷 希望这个花有的桂花 早日康复 具体的一个操作 也都看到了大家 没看清楚的 可以再看一遍 我是老花1 两花正在1 小姐再见 不见不见 走了 我被 cả能使用一immt 对 我 sitsät一明治 是 我不能